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日更频道 今次跟大家看过新闻 这个新闻就说到在台湾有个20岁的大陆家务生 穿着婚纱在台大举牌找老公公开征婚 到底为什么呢?我们一起看看 原来最近台大有个女孩穿着白色婚纱 就举着一块牌 就说找老公在校园走来走去 这一回就被人拍照 原来这个女孩是来自大陆成都的交换生 由于太想留在台湾 就有了公开征婚这个想法 然后她还用纸去印这些交友资讯 就说自己很喜欢台湾 想留下如果愿意跟她结婚 给个法律身份她的话就好了 如果不愿意结婚也都欢迎跟她聊天 交朋友 她是1999年出生的身高164 还说自己不太会煮饭 坦逸会吃饭 没车没房 有陌密感 身体健康 可能某一日会有收入 总之就不是坏人了 然后给了电话号码和IG帐号 而根据报道所说 这一个女孩是读历史系的 来台带交换一个学期 学生身份在12月底就会到期了 到时就会回大陆了 但是在台湾这段时间 就爱上台湾不想回去 所以就用这一个方式去公开征婚 也都有人跟她聊天 就说她中英文非常之流利 她这个想法都非常之大淡 还要是自己买了婚纱 穿在这里征婚 不是个个做得到的 她今次说得上不成功变成人 只要有人能够跟她结婚 她就可以成功留在台湾 我相信机会率是挺大的 再加上12月底才到期 如果她成功了 就不用回大陆了 所以我看到这宗新闻的时候 我觉得是挺有意的 竟然这样的方法都可以让她想得到 而且在台大 在台大读书的都出来找工作 理论上来说都挺有保证的 那女生都很懂计算 而且还有一点 很多人加她的肯定 大家会好奇 加完她之后 她就可以慢慢选了 就变成不是男生选她 是她选男生 所以整件事 她是想过度过才会做出来的 好了 今集和大家看到这里 大家有什么想说 下面留言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